好 各位讀者大家好 我知道各位现在看到的喇叭是英国PRO-AC 但是呢 这个不是PRO-AC的展间 你从那个Grado的这个海报 大概就可以知道说这不是Grado 也不是这个PRO-AC 这个呢 是美国Aesthetics 还有AMG 这座黑椒唱盘的这个厂家 他们一起展出的一个房间 好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呢 Aesthetics Mimas综合扩搭机 看他只用一部综合就来推了 那底下是Rameless Eclipse的这个CD 这边呢 AMG展出的是Viella 12T 代表还有呢是12寸的唱臂 那配上Muse Surrounding的这个Phono 底下可以看到呢 好 这个是DS Audio DSW-II 好 这有趣了 现在这个Muse Surrounding的Phenomena 3 这个唱头放大器 并不是接在Viella 12T上面 而是接在AMG另外一部唱盘上面 上面装的这个唱头应该是HANA 华的这个唱头 底下呢还配着HRS的这个 避震的这个底座 好 那在Viella 12T呢 所装的是DS唱头的 DS Audio的最新的唱头 叫DSW-II 而这个底下呢 是它最新搭配DSW-II的这个唱头放大 那这一组呢唱头和唱头放大是不可分的 好 参考售价是欧元12500块 好 其实我很想让大家多听一点音乐 好 那我们在那边可以看到 Dream Y也是那个 Asthetics的老板亲自在现场 在为参观的民众做解说 那今年呢 他们除了Mimas之外呢 他们还有就Mimas系列出了另外一部的前期 那部前期呢 还可以另外加装Deck跟Phono 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一个新产品 好 下期约有的准备 以及在幕内音像展现场的报道